重回家乡 修建公路造福相离 公路三分之一都没有 就钱已经没了 然后我把所有的我的家常 统统地卖掉 欣赏围墙山东西的先进美景 走进义武清雾的山地救援队 在神仙居从小就感觉它很神圣 这个美化它的话 我们这个义不如此 自己愿意做 参与山地救援队的日常演练 了解救援背后的动人故事 加入救援队好几年了 所有的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就是大家或者认可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青山绿水间 一方水土一方人 正在播出 我们远方的家事务组 在十年的行走中 除了记录非凡的美景 也记录下无数平凡面孔背后 不平凡的故事 而就在这些面孔中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与青山绿水 有着不解的情缘 他们既有着 眺望远山的沿界 更有着 回馈大山的情怀 光阴仍然 他们的面孔 在我们的印象中 更加清晰起来 在云南香格里拉大峡谷 我们遇到了为家乡修鲁 倾简所有的斯拿定珠 它生活在海拔 两千九百米的巴拉村 真漂亮 现在阳光 刚刚照进了村子 整个半山坡都亮起来了 确实 一共就这么大吗 我们看到的这些 对 这边都是了 一共的话有三十二户人家 三十二户 那山后面那是种的地吗 对 都是地了 以前我们巴拉村的话 一些这个庄稼 都是住在这边 一些这个青柯 荞麦 还有一些土豆啊 之类的 以前的话 我们都是完全是靠天吃饭 刀根活种吧 可以这么理解 扎西说 在当地藏语中 巴拉译为巴唐人 格宗是至神山 相传 巴拉村的先祖 是四川康巴人 他们为逃避战争 一千三百年前 从四川巴唐迁徙过来 他们进入雪山脚下的 香格里拉大峡谷 最后 定居在这片狭窄的高山坡地 扎西带我们走进一个院落 自从公路修通之后 村民们终于搬倒了 山下的新村去住 村里的房屋 作为藏族的传统民居 被巴拉格宗景区保留下来 现在我们在外面 其他村子也能看到 这样的藏实建筑 但墙都是白墙 这边还是这个黄土色 对 黄土色的 特别原汁原味 这个房子的话 也是比较悠久了 它肯定有四十年左右了 四十年了 对 四十年 可是看着还是挺新的 我这个房子可以说 是一个修旧如旧吧 但我们这边的话 它是有一种习俗 就是我父亲这一辈 他盖一个房子 到我这一辈 他必须去放心的 然后这个房子 不同的在放心 所以我们看着很新 其实是老房子了 扎西说 巴拉村自古民风淳朴 从来都是夜不庇护 村民们非常好客 外人到了村里 随便走入一户人家 都会受到款待 即使主人不在家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饭 在村里 扎西带我们见到了修路人 斯纳定珠 您好 斯纳定珠大哥 很高兴见到您 其实来的路上 刚才扎西就给我们讲了 说我们一路过来这条路 是您当时 十年前了 自己决定开始花钱修的 我们听完这个故事 都非常感动 所以很高兴见到您 年过五十的斯纳定珠 身材高大魁梧 这位被巴拉村人 视为英雄的康巴汉子 用十年的时间 在悬崖峭壁间 修通了一条 三十五公里的天路 让巴拉村人走出了大山 斯纳定珠带我们来到了 他家的老屋 这是一栋传统的藏宗民居 现在虽然已经无人居住 但是保存蛮好 很多城市都保留着 过去的模样 在房间的墙壁上 挂着很多老照片 这是哪一年的照片 这个是 当时九十年代的 有个二三十年了 对 当时的路还是土路 感觉刚下了雨 下雨的话 比较泥 很麻烦的 很滑的 这个时候有多少户人家 二十五户 二十五户 有多少人呢 一般四五十个人 这张巴拉村的老照片 拍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村里的房屋破旧 道路泥泞 斯纳定珠对过去村里的贫困和落后 记忆犹新 他说 巴拉村自然生态虽好 但环境封闭 交通不便 耕地都是山坡地 不能灌溉 完全靠天吃饭 这个是一九七零年的 听说 我那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就是用海鸥相机 听说 我从他那里要回来的 我是这位 看吗 戴着个大帽子 然后这里还戴着什么 是什么 什么相张 毛主席的相张 这样的 那这个胸前这是什么 那个相框 也是毛主席的相框 当时是五岁多 五岁半 第一次见相机吗 那是 我们不知道相机是什么东西 海鸥相机 海鸥相机 1970年 几位画家 跋山涉水 来到村里财风 其中一位画家 为村民们拍摄了这些照片 那是村里人第一次照相 也是第一次见到照相机 这给当时只有五岁的 斯纳定珠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几年前 他辗转找到了这位 已经年过久军的画家 从他手中 找回了几幅 当时拍摄的照片 这张照片啊 也是70年的 这个场合呢 就是说 那个时候特别穷啊 你不知道 家里的粮都没了 然后刚好 这个秦柯割出来 要把它打成 这个卖面准备可以吃的 所以大家充满很希望的 在这里卖场里面 打卖的这个场景啊 把所有的 那个时候也就这样 就是算盛装的了 当时的盛装 当时的盛装 脚根本没有鞋啊 一些 很差的 还真是啊 没有鞋啊 这位 包括右边的 这也是抱着孩子的 一个女士 都是没有穿鞋的 说明当时这里的 这个生活条件 是真的是比较差的 非常差的 这些老照片 不仅承载着 撕拿定珠 童年的记忆 也成为了 那个时代 宝贵的历史记录 您还记得 第一次走出村子 走到外面去 是什么时候吗 1979年吧 79年 您那个时候 13岁 13岁了 对 当时是为什么 会出去 我觉得我 第一次去 治疗我的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了 外面的一种世界 九岁那年 因为村里铁匠打铁匙 蹦触的铁花 伤到了 斯纳定珠的眼睛 父亲带着他 去县城看病 那是斯纳定珠 第一次走出大山 他和父亲 走了整整五天的时间 才到达 香格里拉县城 不幸的是 因为耽搁时间太长 他的左眼 几乎失明 13岁那年 斯纳定珠 抑制不住 内心的冲动 决定出去闯一闯 他走出大山 从香格里拉 到昆明 广州和上海 四处打工 后来 几经辗转 渐渐走上了 自主创业的道路 一开始 商业的年来 我是买卡带的 叫录音带 你知道吗 知道 当时我们刚刚出现 放合式的录音机的时候 我在广州 粉红色的回忆的 那个卡带 广州的本钱是五毛钱 我们到了云南 一块五 甚至两块 这样的去拜地汤来卖 夏天 夏天 悄悄走进 这样的时代 所以呢 就这样 小半场开始 做小生意 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斯纳定珠 从百摊零售到批发代理 生意越做越大 作为一名 从大山走出来的 农民企业家 斯纳定珠 每次想起家乡的贫困落后 心里就一阵阵不安 多年的走南闯北 使斯纳定珠 具有超线的眼光 他知道 家乡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蕴含着巨大的旅游价值 1999年 斯纳定珠 决定修建通寸的公路 创建巴拉格宗公园 组建旅游公司 以开发旅游来带动 家乡人致富 那当时开始修路之前 您的这个生活 是怎样一个状态 在外面打拼了那么多年 我有可能有 整体的也有上司前往 但是钱不够我知道 但是你说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认为这是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 并不一定是 你把所有的钱准备好 存在银行里面 你才开始 没有这回事 这个要有 有种说法 就是无中生有的来努力 这才叫奋斗 要不然你钱也准备好了 专家教授也有了 你工程也有了 你这个 等待了就太久了 等待 我等待了 我等一辈子也 也成功不了 2004年9月10日 公路建设正式开工 他倾尽所有 但修路的资金缺口 依然很大 他只好找小额信贷公司 和亲朋好友借钱 几年间 他由亲吻富翁 变成了负债雷雷 什么时候 自己积累的这些财富 就花光了 你们公路还没有 三分之一都没有 就钱已经没了 然后我把所有的 我的家常呀 那个汽车呀 什么什么 双洋入货过程啊 五金这些通通的卖掉 然后不够了 再去贷款 就这样来 负债雷雷的做的 已经把自己 所有的资产都变卖了 是变卖 那变卖之后 这条路能完成一半 没有没有 变卖以后 差不多一半了 一半 但是一半还不够 另外一半 那就跑贷款 到处去贷款 2008年元旦 是巴拉村人 永远铭记的日子 路修通了 这条宽6.5米 长35公里的公路 将巴拉村 到香格里拉市的时间 从以前的四天 缩短到一个半小时 同时村民们 第一次用上了电和电话 人们在歌在舞 隆重庆祝 但斯纳定住的心情 却很复杂 我父亲当时 我路还有一公里 都没修完的时候 就去世了 而且是他 整天为民路 什么时候修好什么 那有一天 突然脑衣学 离开来的时候 所以呢 也不是很高兴 说不清楚 自己的心态 有一些遗憾 自己没有 留下太多的遗憾 亲眼看到 你把这条路修通 是 村里通车之后 斯纳定住 又修建了巴拉村 到香巴拉佛塔的公路 将公路的总长度 延伸到61公里 为了带动村民致富 斯纳定住 想了很多办法 巴拉村村民 在他的帮扶下 相继搬到了 峡谷的缓坡地带 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 使村民们的收入迅速增长 他们第一有修路 自己也有汽车 他们的这一生中也没想过 他自己变成司机 能开车 他没见过汽车道 后来公路通了 自己买车子 然后再开车子 有吗 你说呢 现在他们买过 人家有两台三台有 离开老屋 斯纳定住 带我们游览村中的景色 路上遇到很多游客 争相与他合影留念 他们听说了 斯纳定住修路的事迹 都非常尊重他 我们来到了村里的白塔下 这里是村民们聚会的地方 仰望四周的高山峡谷 万鹤绝壁 仿佛是一幅全景的画卷 盘旋在山间的公路 将这里的美景 与外界连接起来 对于家乡未来的发展 斯纳定住有新的想法 远景的未来的规划 就是说 第一的话呢 保持原有的生态 第二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打造成为一个 整个敌气 乡里了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具有高端的 也有一个生态的 这么一个的走向 过去修这个路 它是村里的生命之路 对 未来希望把它打造成 致富之路 是的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是的 我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看到这条路 觉得它特别像是 这个美丽圣经的一个入口 但是这条路修通了之后 我们现在看它 它就像巴拉村的一个出口 带领大家走了更好的生活 是的 这也是您未来的规划 是的 祝您以后的这规划 早日实现 加西特 谢谢 告别了斯纳定住 我们沿着公路 行进了约17公里 来到了山下的水庄村 水庄村位于港区和的河谷 与巴拉村有700多米的落差 是巴拉格宗景区的最低点 2009年 斯纳定住带领村民们 开始在这里建设新村 巴拉村的村民 陆续从山上搬到了这里 在村口的青柯地里 我们遇到了村民无金七里 听说您搬的 这个是一个新的村子 是吧 这都是您的地 对 有多大面积啊 四五亩来的 四五亩 这儿方便浇水一些 旁边就是河了 无金七里 2009年 从巴拉村搬到水庄新村 他说 水庄新村目前有35户人家 160多人 这里仅邻港区和灌溉方便 青柯的亩产可以达到七八百斤 比山上高了一倍 由于地势低 还可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中药材 他开辟了十亩耕地 其中六亩种了虫楼等药材 像现在人家这边的收入主要是靠什么 现在收入就稳定 我们这里村里面就稳定的收入有五万多一点 每户人家有五万多 怎么来的这五万多 因为就那个扫炉啊 可以说那个公司来给我们照顾 等于有工资了 每次清扫这个道路 吴京基里说 巴拉格宗景区为提高村民们的经济收入 提供了很多渠道 比如景区内公读的保洁清扫工作 是由村里的十二户村民分短承包 每五天清扫一次 仅此一项 每年每户就有两万云的收入 山上老村的耕地和柴基地 景区每年都给予补助 他家有十七亩耕地 每年每亩补偿五百元 每户的宅基地 每年补偿四千元 另外他们还为徒步的旅友做向导 景区内的部分工程 也分包给村民负责施工 您家这个院子很漂亮啊 这是哪一年盖的 十年前 也是十年前啊 这个表面都是大石块堆砌的 当时盖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 当时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 政府来给我们就支持就一万五 整套下来你们花一万五吗 不是不是 政府来给我们支持 补助一万五 补助一万五 那整个盖下来十多万 那整个盖下来十多万 吴金七里说 在每户建房的过程当中 除了政府的补贴之外 景区也提供了资金帮助 在吴金七里家里 我们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吴金七里和妻子 吉林拉初 有三个孩子 小女儿和小儿子都在昆明打工 大女儿吴杰春松 在香格里拉市的一家银行工作 她每周都会开车回来看望父母 那你也是在这个老村子生活过的 对 我是 多大就搬出来 差不多到高三 高一的时候吧 高一高二的时候 那也在老村子住了十几年呢 对 那小学初中当时怎么上的 小学是就一直四年级是在 就是在村里 就巴拉村有个 以前有个巴拉村小学 在巴拉村读了四年小学之后 吴杰春松转往 香格里拉县城读书 每次上学 她都要走上三天的山路 到达二有四国道边的幸福村之后 在那里才能坐上班车 前往香格里拉城区 如今同样这段路途 她开车只需要一个小时 这样的变化 让巴拉村人感受到 生活有了质的飞跃 现在我能开车 那些的生活 我的希望 我在上面的时候的希望 就是我的娃娃现在 想着我的生活就是 以后就是他们的生活 就我的梦中想着就是这个了 现在你看看我的 我也是那种过来 过上了自己原来 原来梦想的生活 现在这个生活 就是原来梦想的生活 对 就是以前希望的那种生活 憧憬的那种生活 就是现在过着的这种生活 公路的通车改变的 不仅仅是村民们的生活质量 和生活方式 他们的思想观念 也发生了变化 吴杰春宗说 他以前最大的理想 是让父母离开村子 到城里去安度晚年 如今他也不再这样打算 如果没有这条路的话 最好的话 最好的情况 就是按最好的情况想 特别像我家这种的话 我们三个能供出去两个 然后在县城能找个好工作 然后在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们来的房子 就是把爸妈借出来 养在外面了 这个就是可能是最好的 因为很难想象 在这里你就算工作以后 像我现在工作以后 带着我的老公小孩 走三天走回来 看爸妈 这个真的很不现实 就真的没有这条路的话 就可能就更多家庭 可能也就没有现在的这种 对吧 打算不同了 对 就知道以后方便了 对 见父母也方便了 对 清澈的港区河绕村而过 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 巴拉村人的生活 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这条公路的修通 当地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专门在河谷里 为新村建设提供了土地 从以前的封闭落后 到今天的脱贫致富 村民们的生活 虽然有了改变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 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 他们守护着这片祖先 留给他们的土地 而神奇的巴拉格宗 一如既往地用青山滤水 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欣赏围枪山冬季的仙景美景 不知道待会不会把我们 也给淹没在屋里面 你看厚厚的像棉被一样 走进义武清屋的山地救援队 在神仙居从小就感觉它很神圣 这个美化它的话 我们这个意不如此 自己愿意做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青山滤水间 一方水土一方人 正在播出 2014年初冬 我们远方的家事局组 来到了浙江省台州市 仙居县的围枪山 这座山属于刘文质火山岩地貌 由火山喷发和外力作用综合形成 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 其风环裂 山崖斗峭 芙崖的相对高差 多在100米以上 一路走来处处成景 各种形象活灵活现 有的像神态安详的神仙 有的又好似远眺中 威尔的长城 在飘逸的云雾之中 一家一争 长城还没有逛过来 但是你看云雾 已经随着我们走路的时间 马上就升起来了 它速度很快的 为什么这会儿升得这么快 它气温因为到8点左右 8点半左右了 现在它气温有点上来了 然后它那个水雾形成 不知道待会不会把我们 也给淹没在雾里面 你看厚厚的像棉被一样 其实仙居县本来的名字 叫永安 相传这里曾居住的 很多得道仙人 而且群山直辈茂盛 雾外娘娘 大有飘飘欲仙之感 所以在公元1007年 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衡 踏马深游之后大发感慨 说此地 洞天明山 屏蔽周围 耳朵神仙之宅 于是下令将台州永安县 改名为仙居 哇 天哪 刚刚这一块已经有点散开了 现在这个云又跑过来了 我感觉特别像飘在天空中的水流 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 在这宛如仙境的美景中 经常能看到一些飞檐走壁的人 他们是捡食垃圾的志愿者 你看它就趴在峭壁上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然后一点一点地在扒那个树丛 在找垃圾 我们设置组到过的很多地方 都有这样的清屋人员 但是神仙区地貌奇特 山市斗植 所以清理工作更加艰难危险 这些清屋人员 全部都是山地救援队的队员 就你一个人站在下面了是不是 我下面还有人 那边也有 这里也有 我们今天救援队在这里解垃圾 你看下面的 现在走到了这个山梁上 我们刚刚从对面看的时候 这就跟一座孤峰一样 但是现在它已经脱离绳索 一个人在那走了 今天下了点雨很滑的呀 行 还行的 我们这位 我们是我们的救援队队长 他那是爬到我们对面的那 切珠峰928米的 先驱第一人就是他 每到起庆前后 旅游旺季 先驱山地救援队的队员 就会自发到这里来检视垃圾 下面是一段孤立的山峰 高度差超过200米 顶部的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 而且高低不平 不满碎石 太吓人了 我就感觉它一直在往那个 往那个山间 就我快要看不到的边缘往下走 然后全是这种裸露的石头 非常的滑 非常的滑 我在这看着 我觉得我的心都要揪起来了 慢点啊 千万慢点 在峰顶上工作了半个小时 捡完所有的垃圾 队员们开始返回 因为崖壁陡峭 绳索悬空 完全垂直 所以上升的过程非常费力 你刚才在下面紧不紧张 你可把我们都吓坏了 紧张我们平时做的也比较多 紧张 但是上来的时候吃力了 还是很累的 这段距离大概 直线距离有多长 二十多米 二十多米 但是我看 我从刚刚远处的地方看 就是基本上那个山石 都是不规则的 非常难上 是不是 对 这个基本上是悬空下去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高度 是714米 然后它下降了二十多米 到这个沽峰上来 你在上面捡了不少时间呀 捡了很多垃圾吗 对对 基本上都是生活垃圾 我看看 天哪 这编织袋里面 有个小半袋了 你看看 全是什么 塑料水瓶啊 矿泉水瓶什么的 还有大家吃剩的零食袋 队长方哲是一位登山健将 方队长和队员们一样 参加山地救援队 都是一门爱好 我们名字叫做 先居山地救援队 那么我们就是 主要的功能是救援 那么像这种完保的事情 那个我们也愿意做 我本身就是在这个山下长大的 在这个上面也有感情 在神仙居 从小就感觉它很神圣 这个美化它的话 我们这个意不如此 自己愿意做 神仙居地区到处是绝壁千人 植被茂密 地形非常复杂 所以经常有团队或当个的旅行者迷路 从2011年救援队成立到我们拍摄的时候 他们已经实施救援11次 营救了100多人 救援没有报酬 而且所有花费都是自己承担 但他们依然很喜欢这家工作 他被困的时候 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们救援队员的身上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体现自己价值的 这个时候 这样子 他看到我们这一身衣服 他就感觉值得胜任 先居山地救援队一共有26名队员 其中参与一线救援的有16人 包括两名女队员 为了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来到他们的训练基地 现在就是你们在训练是吗 对 上面的这个女孩子 我看她好像体态特别的轻盈 你好厉害啊 你就能够在那站着感觉特别轻松 像是把你粘在了石壁上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好站立 这位女孩是一位小学教师 别看她身材娇小 她可是先驱的攀岩高手 曾经获得过先驱攀岩比赛 女子组的冠军 我看你好像爬得要轻松一点 因为你看她脸上好像都没什么汗水 你也有一点 就是我刚刚抓到胳膊的时候 感觉好像身上有点汤汤的 像这样的线路 你现在爬起来都是算热身了吧 对 这种线路就是热身线路 可以这么说是吗 她人一下来站在我身边 我觉得好娇小 而且说话的声音很甜美 就让我把她整个人的形象 跟攀岩这种事情结合起来 好像有点挂不上钩 你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喜欢这项活动了 上一年吧 开始接触 你就是一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 那你这么快就已经拿到冠军了 是怎么做到的 有点天赋 在家平时的信念 说得非常自豪 眼前这位开朗的女队员 看上去就是一位娇弱的女孩 身上的卡通衣服 似乎还让人感觉同心为民 然而 她也曾多次和救援队一起 翻越悬崖 参与救援 最初第一次我攀岩的时候 就爬到那个岩壁上 其实也很害怕的 在上面我就不敢往上爬了 也不敢下来 然后这样龟公园那个方队长 还有刚刚跟我一起爬的这一位搭档 他就鼓励我 就是说 如果那个时候的鼓励 就是说 如果你不爬上去的话 我就不给你放下来 挂在那里 没有办法了 我想就只能往上爬了 从那之后就觉得 好像能爬到顶 会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自豪 女孩脸上自豪的深情 感染着我们 记者也为他说的欲言欲试 想尝试一下 在悬崖上判断的滋味 首先 你检查自己 这个装备 这个安全带有没有系好 好 因为这个关系到你的生命的 好 首先你检查自己的 现在感觉 那个我也检查自己 然后呢 这是第一步 你检查了自己 你觉得自己是对的 对吧 然后你检查我的 你做的最对 我如果错掉了 你还是下来了 好的 我们两个是互相检查 每一次训练 方队长都要耐心地 一并并讲解 每一个步骤 因为这都关乎生命安全 救援队也会定期考察 每一位队员 安全操作流程的熟悉程度 哇 这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啊 这下呢 你要看看你自己手 走到哪里 按好的抓 因为我发现我的下一步 好像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抓了 走到上身 不要再走在这里 往上身 但是我抓不住那个地方 加油 加油 手一定了 你要直接脚站直 应该就能上去的 脚站直 脚站直 我手出汗了 天呐 我的脚真的使不上劲 哎呀不行 我的手有点抽筋了 我想可能我就只能挑战到这儿了 你可以的 终点离我很远 加油 加油 没关系吧 刚刚在下面的时候还说大话 自己应该能爬到一半 但是我现在真的下来了 觉得 还是脚踏实地比较放心 其实这个 这个活动是很有魅力的 因为你在往上爬的时候 每爬一步 大家激励你 你会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好像突破了自我一样 同样 我爬到那个部分 再也上不去的时候 我对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但是我相信如果给我时间 我也愿意再尝试一下 跟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感觉 非常棒 节目拍摄时 先居共有9支民间救援队 人员总数超过500人 她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退伍军人 有普通工人 也有像绿洞那样娇小的女孩子 但是当危险来临 她们毫不犹豫 伸出坚实的臂膀 给身处险境的人 带来温暖和希望 参与山堤救援队的日常演练 我们现在跟着队长 慢慢往下走 了解救援背后的动人故事 加入救援队好几年了 所有的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就是大家伙的认可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青山绿水间 一方水土一方人 正在播出 我们设置组在南太行拍摄时 也结识里支山地救援队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 她们参与了四十多次山地救援 每一次救援 她们自己也处于相同的险境 为了在危险中能够多一份保障 多一份成功的希望 她们数年如一日的辛苦训练着 在一次次的演练中积累经验 灰县山地救援队 也是一个民间救援组织 分为技术组 医疗组等五个部门 共37人 我们设置组参与的这一次救援队的演练 就在太行山玉河大峡谷内的小溪沟进行 其实你看我们沿途一路走来 觉得这个风景特别的美 是吧 在南太行这边是不是因为风景 游客也很多呀 因为南太行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慕名而来的这些旅游 包括游客了 大部分都在这 都在这 因为我看其实这一片的这种山区 然后山地其实都是非常险峻 这种垂直的山体 那它发生危险的几率 是不是也相对会增大很多 我们这儿的悬崖 包括这种山体非常陡峭 这种户外包括游玩的人 发生的这些意外非常多 南太行一带的山体非常陡峭 山地户外救援 经常面临的一项任务 是爬上山顶 或者下到沟谷去救援旅游 所以利用绳索上升下降 是山地救援旅项基本技能 也是训练的必备项目 在进入下降区之前 必须穿戴好安全设备 而后进入事先设好的保护站 那现在我看除了有这个白绳以外 现在又绑了一层黑绳 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要下多道绳 因为就说不可能有时候救援旅游 不可能一道绳就把这个任务办 我们要下好几道绳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伤员使用到安全设备 就等于同时能上升 对 能上升能下降 找到下降的固定点后 如何打好安全绳 也是练习的项目之一 它就是这样一压 这样我看 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穿到里边 它这个绳子在这儿了 它把它这样绕起来 正好穿到这个地方 它把这个绳子看 看到没有 它把它这样 看到没有 就等于是这一根绳子穿了好几层 一层一层 就是这两个绳子把它挤起来了 看到了 然后就说这个情况下 还就是不完全算这个绳结完成 就是必须把这个绳子 就是未来安全 还要打一个钱 还要再打一个钱 房子都松 其实是不会松 但是这是必须的 固定好安全绳 一名救援队员作为先锋官 率先下去了解地形 清理道路 我们也带上安全设备 跟随他们往下走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绳子 其实已经基本上做好了 这应该算是一个保护站 但真正下降的时候 是在前面 我们现在跟着队长慢慢往下走 哎呀 还挺滑的 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半山腰 山体呈70度斜坡 感觉稍有不慎就会滑下山去 这里距离练习下降的位置 还有大于20米 慢点慢点 队员们开始练习后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他们 准备下到谷底 观察队员们练习 我现在可能下了有四五米 往后一看 我觉得这个风景真的特别的漂亮 李在龙说 南太行风景优美 但每次救援 他们眼里看不到风景 看到的只是路况山体 寻找合适的地点 放置救援绳 尽早让被困者脱离险境 在李在龙的帮助下 记者好与安全到达降落点 灰箭市山地救援队 是一个民间组织 技术组成员以退伍军人为主 二人一组进行练习 近五十米的距离 队员们不到三分钟 就降落到地面 那在你们整个训练过程当中 你觉得难度最大的在什么 是哪一项试炼 最大的那个 就是有的商人嘛 需要担架的时候 担架那个比较费一点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悬崖上 然后拿单架给他抬住 对啊 他们没有走那边都没路嘛 不是悬崖 赵玉强说 平时的训练 就是为了锻炼过硬的体能 熟练掌握上升和下降技术 做到快速救援 队员们告诉记者 时间就是生命 山地户外救援最关键的 就是各种地形的快速通过能力 遇到有行动不便的商员 必须做横渡系统 假设有一个商员 从这个悬崖到另一个悬崖 中间几十米几百米的深沟 沟沟 或者是一条河流 我们做的都是 每个月都是必须训练的 就是不管底下是 比如说万丈深渊也好 或者是河流也好 把它横渡过这一段 是吧 做横渡系统是户外救援中 比较重要和复杂的一个系统 一组人马先行过河 或爬到山谷对岸 固定绳索 另外一组固定这边的绳索 绳子很重 弹性又大 使得五十米以上的绳索 一般需要五个人 才能拉纸固定起来 所以固定绳索 进行横渡都是训练内容 今天可能是一次训练 所以没有选择 特别大环境下的这种训练 只是在一个可能两边 距离相对较近的地方 进行一个简单的训练 是吧 就是熟练我们这个系统的操作 那现在我看这位是已经 就准备好了 是要当成一个商员 来测试这一条 现在它是作为第一条测试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下方做保护 固定完毕 请队长指示是否横渡 我们到的时候 前期到达的技术组队员 已经完成了横渡系统的 固定绳索训练 接下来的是运送商员练习 队员们穿戴好安全装置 逐个滑行到对岸 记者也跟随救援队员一起 横渡到对面山坡 感觉 非常安全 我看队长一直也是在这边忙活 是吧 您是您当年的话 您应该是最初的一个组建者 组建的一个队伍 您参加的就是救援 是不是也是次数最多的 对对 莉莉队长在交通部门工作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 他想参与一线救援 却因为没有加入专业的救援组织 没有获得经过认证的救援资质 被挡在了救援现场之外 回来后 他积极参加专业系统的知识培训 并着手建立起这支山地救援队 其中哪一件哪一次 或者让您印象最深最难忘 2014年6月 北京的十几名旅友 被困灰险市境内的领山梯 领山梯是位于 悬崖绝壁之上的一条险路 在天气清好时 即使是当地牧羊人 也很少有人走这条路 北京的旅友 却在农武中误打误撞走了上去 把他们带到农家的时候 我们和他们说再见的时候 他们要求我们在那吃饭喝水 我们全部都拒绝了 因为我们是做公益的 我们是奉献我们的爱心的 我们没有一个所求 那时候我和立队 我们出来的时候 听到了他们的 集体自发的一种掌声 那种掌声是我最感动的 我也加入救援队好几年了 所有的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就是大家伙的认可 灰县市山地救援队 在成立后的这四年多时间里 共实施救援40多次 救出了400多名被困人员 尽管每一次救援的过程 都充满艰辛 但是对他们来说 把爱和希望带给更多的人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认可 无论是回乡义武修路的 思纳定珠 还是永远冲锋在前的救援队员 他们都怀着一片赤子之心 回馈着那片和他们有着 特殊情缘的山水 这份对山水的爱 像山椅般奸人 像水一样绵长